现在看到的是六号码街头艺术 来自澳大利亚的两岁绿色母码 骑师张强 练马师张强 马主是骑圣马文化 三号码极品 来自澳大利亚的两岁贺六色母码 骑师柯凯文 练马师牛文广 马主是华语马业 二号码秋日暖阳 来自澳大利亚的两岁六色母码 骑师奥巴云 练马师牛文广 马主是华语马业 五号码天籁 来自澳大利亚的两岁六色母码 骑师绿色母码 骑师麦尔梗 练马师徐富翔 马主是御龙马业 四号码金箱 来自澳大利亚的两岁贺六色母码 骑师吴云达拉练马师欧哲成 马主是御龙马业 一号码燕春飞鹤 来自澳大利亚的两岁六色母码 骑师赵电话 练马师周涵 马主是赵春 目前镜头给到的是七号码山竹 来自澳大利亚的两岁绿色母码 骑师是田新华 练马师何祥兽 马主猴星剑 好 比赛开始 现在所有的赛区都从炸枪中一涌而出 现在所有的赛区出发的都很顺利 没有任何的问题 现在可以看到紫色彩衣的 这个五号码天籁 在中间的位置跟跑 可以看到六号码街头一束 紧紧的守住内篮 现在一号码燕春飞鹤 已经来到了领头的位置 但是它的位置稍稍有些吃亏在外挡 现在三号码集品 继续守住内篮 三号码和六号码 基本上处于一个并驾齐齐的状态 在中间的就是五号码天籁 可以看到四号码 金销继续在第五的位置跟跑 再往旁边看 就是二号码 就是暖阳 现在七号码 山州在最后的位置跟跑 中间大概差了五到六个码位 现在马匹正在过弯 即将进入最后的直线冲刺状态 现在可以看到三号码 极品在骑士柯凯文的侧击下 率先进入十到三十 旁边的六号码街头一束 跟得非常的紧 现在是一个码的优势 可以看到三号码正在逐渐地加鞭 五号码天籁 从中路透出 现在已经在向内廊的靠拢 现在三号码极品继续领跑 旁边的一号码 这飞要跟得非常的紧 三号码天籁 一个码位在流逝 两个码位 三号码极品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冠军